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走的吗 你忘了 我有可爱的座棋 小面 那还不错 跟鬼来 为什么你骑我跑 你不是狗吗 当然用跑的 可是我扛着相机好沉 那么要加油 那么我们首先来采访一下 脖骨通筋的猫屋爷爷 喂 摄像机拿稳点 是 是 猫屋爷爷 新年好 新年好 小姑娘 请我爷爷 你在做什么呀 我在写春联 春联 没错 这是古老的东方 庆祝新年的一种方式 哇 真神奇 这么说 屋子墙上贴的都是您写的春联啊 还有窗花 门贴 这都是为村里的人们过年准备的 真厉害 爷爷 请问您在新的一年 有什么计划和展望呢 这个嘛 因为听我讲猫我仙道二故事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小猫屋已经坐不下了 所以新的一年 我打算把屋前的地皮拾到拾到 再盖一栋大一点的房子 那还真是个大工程 小咪 你 你在 咳 咳什么 我 我 我 火狗 快出去它 是 喂 你啥时候进来的 那是窗花不能吃啊 爷爷 非常抱歉 没想到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 没关系 没关系 窗花可以再剪了 爷爷 谢谢您接受采访 那我们告辞了 你们要去原方的话 我可以用魔法阵送你们一程 真的吗 太感谢了 太好了 这下不用跑到我的小胆腿了 爷爷 再次祝您新年快乐 再见了 拜拜 再见 忙了一天也没钓到那个 别关心 义父 我们一定会钓到那个的 请问 你们说的那个是哪个呀 你 你 你不就是那个 超级偶像放过妞 亲娘好呀 我是来采访 妞妞 给我签个名呗 妞妞 跟我喝个饮吗 今天可算打着活的了 赶紧发个朋友圈 写卖一下 我说 你们俩给我适可而止吧 妞妞 妞妞 不用搭理这两个不靠谱的家伙 要采访的话 直接换我吧 好的 那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是指 哦 那个呀 是黄金鱼啦 黄金鱼 没错 那是一种十分稀有的鱼 为了表达对索菲女王的崇敬之情 我们全体老名 赞生在新年之季 用黄金鱼为女王建造一座黄金雕像 哦 原来如此 说到这个 各位观众 现在散发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冒险的二车器APP 参加钓鱼活动就有机会钓到黄金鱼和大红包 还在等什么 赶紧拿着手机扫扫扫吧 对了 天内还有神秘彩蛋 大家要记得看 喂 你这强行广告一波 防不胜防啊 还好意思说 这不是你写的剧本吗 感谢你接受采访 祝你们多多钓到黄金鱼 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 妞妞 再见 再见 这次把小面拴住就老实多了 你这是拴我还是拴她呀 蘑菇汤 你的叶子怎么少了一片 话说小面 你在搅啥呢 挺壮 蘑菇汤 你听 这是哪里的钢琴声啊 好像是在女王镇 下面来弹那首曲子吧 嗯 这不应该是钢琴吗 原来是妞妞啊 嗨 原来是艾曼贝拉你们姐妹俩在弹琴啊 我们正在练习新年晚会的曲子呢 可是 钢琴怎么能弹奏出这种音色 其实 你看 哇 原来钢琴里面藏了一只鸦鸦乐坊了 哎 这位不就是传说中的指挥呀 马苏里拉吗 没错 没错 真是太神奇了 噓 呃 爸爸 嗯 什么 女王的新年礼服选好了 哎 真的 嗯 我们练习完就过去 好 我要去看 我要去看 那我先去王宫了 你们继续吧 拜拜 拜拜 哎 为什么不让我进 魔物不允许进王宫 我不是魔物 你没看我扛着摄像机吗 哦 原来是狗仔 那就更不能进了 我 我是导演啊 喂 那就选这一套了 女王陛下 嗯 看我的变装魔法 哇 太美了 哦 这是从广大岛民为女王精心设计的新年礼服中挑选出来的呢 我们的冒险家好棒哦 女王陛下美棒啦 真是要感谢各位岛民啊 我很期待大家的新作品呢 女王陛下能否也赐我一套新年服装呀 当然可以 罗娜 是 对了 也有冒险家指定是要给妞妞你设计呢 好呀好呀 这套如何 愿意装魔法 哇哦 我也有新衣服了 好气氛 好了 新年来临了 叫上大家一起给各位观众小伙伴半年吧 好 新的一年来临了 祝愿各位冒险家 新年快乐 2017年 欢迎来冒险岛2 开启全新的冒险旅程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精彩刺激的冒险故事 成为抵御黑暗守护和平的英雄 人人都是设计师 天天都穿新衣服 摆编造型 时刻换 对人眼中会不是梦 建造属于自己的一本天地 而且没有雾霾 天天都是蓝天白云哦 2017我们在冒险岛2等你哦 快点开服吧 等不及了 彩蛋来咯 妞妞刚刚收到 来自韩国NEXON冒险岛2 开发团队的新年贺电 让我们感受下 专门为中国玩家送出的祝福吧 亲爱的玩家们 大家好 メ이풀2에 대해 많은 관심 가져주시는 中国依저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2016년 저희 메이플스토리2를 많이 응원해주신 데에 대해 감사의 말씀을 드리며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시길 바랍니다 지난 한 해 동안 저희는 중국에서 여러 번의 테스트를 순조롭게 완료하였으며 또한 중국 유저분들의 열정과 진심을 잘 알 수 있었습니다 저희 개발팀에서는 여러분들이 말씀 주신 많은 의견들을 최대한 반영할 수 있도록 밤을 새우며 작업을 하고 있습니다 더불어 조만간 빠르게 중국 버전에서 여러분들을 만날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요 중국 유저분들께서 좋아할 만한 현지화 컨텐츠도 다양하게 준비 중에 있습니다 몇 가지 소개를 드리자면 중국 전용 탈 것인 황금용이나 텐더가 있고 전용 던전 및 장비 그리고 액션 수강증 등도 유니크하게 준비 중입니다 오는 2017년 메이플스토리2는 중국 유저들이 좋아하는 보다 높은 퀄리티의 캐주얼하고 재미있으며 중국풍이 들어간 컨텐츠를 약속하고 좀 더 빨리 게임을 체험할 수 있도록 노력할 것입니다 다시 한번 신년 인사를 드리며 즐거운 한 해가 되길 기원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신년 활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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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